把流浪猫送进关押重刑犯的监狱,会发生什么事? 美国印第安那州的一个动物保护组织,和当地监狱进行过一项试验,让囚犯照顾无人领养的流浪猫,刚开始,他们还担心,这些流浪猫可能会遭到虐待。 但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这群在狱警眼中不好对付的囚犯,在喵星人面前,竟然全都就范,乖乖当起了温柔的铲屎官,原来脾气火爆的花壁大哥,在喵星人面前,也没了脾气,自己冷不冷不重要,小猫咪一定要穿得暖暖的,停时动不动,就打架闹失的一群人。 现在却变得love and peace,整天围着猫咪打转,为了帮喵星人搭一个玩具跳台,原来互相看不顺眼的人,也能握手言和,一起合作。 为了让喵星人穿得暖和一点,一群大男人,拿起了针线,学着织帽子,织毛衣。 还别说,手艺真不错,这么有爱的画面,连动物保护组织都没想到。 刚开始,他们把这些流浪猫送到监狱,几乎是带着死马当火马医的态度。 因为,这些流浪猫,都是曾被人虐待过,不信任人类,或未被社会化,甚至会攻击人类的猫咪。 所以,一般家庭都不愿意领养这样的猫。 但这样的猫咪多了之后,收容所里开始猫满为患,如果长时间找不到人领养。 他们就只能被安乐死了。 动物保护组织的人想,与其让他们安乐死,何不是使让监狱里的囚犯来照顾他们呢? 于是有了这项试验。 当然,照顾猫咪的囚犯,也得经过挑选。 必须是那些守纪律、精神稳定、卫生状况良好的人,才会被挑选出来照顾猫咪。 并且,他们正是上岗之前,还得经过面试和培训。 这些囚犯需要照顾猫咪的生活喜剧。 除了喂猫、蝉食,还得帮猫洗澡、梳毛等等。 而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陪猫咪玩。 比如使用豆猫棒、奖励小零食等等。 增加这些猫咪对人类的信任,让它们更社会化,更适合以后被人领养。 经过这些囚犯无微不至的照顾。 这些猫咪都成长了许多。 逐渐亲近人类。 不再具有攻击性。 甚至开始变得粘人。 更让人意外的是。 这些囚犯。 同样也被治愈了。 一个囚犯说,这是我第一次真正去关心些什么? 去爱一些什么? 一名动物保护组织的工作人员说,这教会了,他们什么是责任? 教会他们如何在一群人中,使用非暴力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并给予他们对宠物无条件的爱,这是许多囚犯从未学到过的东西。 现在,在这所监狱里,照顾流浪猫,已经成为一项人人羡慕的福利。 为了达到可以去照顾小猫的要求,许多囚犯们都自觉的更加守纪律,改善自己卫生状况。 监狱里也有了更平静和谐的氛围。 一边是被人虐待,从未被爱过的流浪猫,一边是曾经犯错,不知如何去爱的囚犯。 两个生命结合到了一起,产生了让人暖心的化学反应。 在彼此的陪伴中,他们治愈了彼此。 现在,收养流浪猫计划,已经被推广到越来越多的美国监狱。 监狱流浪猫计划,用爱治愈彼此。 纪录片《为猫痴狂》,曾开设过一个监狱养流浪猫的故事。 刚开始,是几名劳动艺兽型人被派去流浪动物收容所参加义务劳动。 没想到,平时凶神恶煞的一些犯人,在猫咪面前,竟然都变得温柔了起来。 临走时,很多犯人还依依不舍,说下次还要来。 这样的铁汉柔情,是典狱长从未见过的。 回到监狱中后,这些照顾过猫咪的犯人,也表现得更好了。 希望能争取到去收容所做义工的福利。 看到囚犯们对猫咪的喜爱。 点狱长想,和不在监狱里收养几只流浪猫。 狱长表示刚开始时,很多人是拒绝的。 猫还没来。 就有个大块头囚犯放出了狠话,我可不会帮忙照顾。 我最讨厌猫了。 谁爱干谁干。 我反正不干。 结果隔天早上,狱友们就看到他和猫睡在一起了。 这个强悍的大块头竟然说,我爱这只猫。 不要把他带走。 还有些更凶悍的囚犯,也会偷偷去撸猫。 被人发现了还假装没事。 最强硬的人都发放下了矜持。 大家也就不掩饰自己对喵星人的喜爱了。 很多囚犯都抢着照顾这些流浪猫。 不管是喂猫,跟猫玩,还是换猫杀。 大家都抢着干。 这些被弃养,被虐待的流浪猫。 在监狱里享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关爱。 狱警不无骄傲地说,他们在这里真是被宠坏了。 流浪猫收容所的工作人员也说,比起送给寄养家庭。 他们甚至更愿意把猫送给监狱的囚犯照顾。 因为很多收养家庭会中途弃养。 但在监狱里,猫咪们找到了永久的家。 可以一辈子安稳地生活。 有了喵星人的存在。 囚犯们也重新找到了生活的重心。 有个囚犯说,我难过时。 他会走过来抬头看我。 好像在叫我拍拍他。 或是他就在旁边玩。 逗你开心。 这可以给他们安慰。 让他们每天有所期待。 也能教他们学习责任感。 囚犯们的生命,也实实在在地被影响了。 自从这些猫被带入监狱后。 囚犯的忧郁症状和行为问题,都大幅降低了。 有一个囚犯说,当猫票到腿,上的那一刻。 感觉十分安慰。 他们成为了彼此的救赎。 囚犯们每天的压力都能得到疏解。 得到陪伴。 他们新学到的责任感。 还能教他们有同行心。 让他们以后懂得遵守法律。 重新做人。 因为监狱养猫计划的成功。 现在,女子监狱中也在推广这项计划。 监狱养猎犬。 他们成为彼此最好的陪伴。 类似的案例。 还有很多。 澳大利亚的Bandara监狱。 也有过一个监狱收养灰狗的计划。 这些灰狗。 是一种看起来凶猛的猎犬。 一般被养来当赛选。 澳洲是赛选大国。 有大量灰狗被人工训练来比赛。 因为长期训练。 这些狗性情变得很不一样。 不知道如何与人类和同伴相处。 被很多人误以为具有攻击性。 这些灰狗一旦拿不到好的名次。 或者患上伤病被淘汰、退休之后。 就会被送进收容所。 这些狗在比赛的时候看起来很凶猛。 但其实很温顺。 很难找到人愿意收养。 因此, 它们中的大多数, 都只能被安乐死。 但动物收容所的人想到了一个办法, 把它们送进监狱。 监狱是狗狗学习家庭规则的好地方。 它们能在这里学习, 如何好好走路。 吃饭。 如何与人相处。 于是, 这家动物保护组织找到了Banberry监狱。 跟它们合作。 Banberry监狱是专门关押杀人犯、 强奸犯、 强劫犯等重刑犯的监狱。 刚开始, 有些囚犯也是拒绝的。 觉得这个计划, 纯粹是为难它们。 想给它们点苦头吃。 但是, 当这些灰狗被带到监狱里, 一个头发花白的囚犯问玉井说, 我能抱抱它吗? 我已经三十一年没有碰过狗了。 这个大叔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已经在监狱待了超过三十一年。 说完这话, 大叔紧紧揉着灰狗的脖子, 抚摸着他的身体。 目光变得温柔起来。 这只从未享受过人类如此关怀的灰狗。 也别开了嘴。 仿佛露出了微笑。 还有一名叫William Friedrichs的囚犯。 他因为持枪抢劫被判二十八年。 在监狱里, 他曾经绝望到自杀。 当玉井让他照顾灰狗Connor时, 他言辞拒绝, 我凭什么要帮你们照顾一只狗。 但短短一周之后, William就爱上了Connor, 他发现Connor和自己一样。 外表的暴躁, 强硬, 都是源于内心的敏感, 脆弱。 一个月之后, William把Connor训练成了一只听话, 黏忍的狗狗。 William说,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自己被需要。 因为这些狗狗们的陪伴。 原本充满力气的监狱。 开始变得温馨起来。 囚犯们耐心地照顾, 训练灰狗。 原本对玉井和玉友都极不耐烦的囚犯。 现在开始变得极其耐心。 一遍遍训练自己的狗狗坐下, 起来。 一个在监狱中被囚禁了二十年的犯人说, 二十年来, 我一直生活在脾气火爆的犯人, 和牙子闭爆的管教身边。 在那些狗狗到来之前, 只有在血腥的打斗, 羞辱性的搜身, 以及毫无尊严可, 严的脱衣搜查时, 你才能触摸到另一个活物。 而现在, 我却和这个紧紧依偎着我的小东西站在一起。 它那双明亮的, 金黄色, 的眼睛似乎在对我说, 如果你允许的话, 我会爱你的。 我保证。 为了鼓励这些犯人重新做人, 监狱也规定, 犯人们出狱后, 可以带着自己照顾的狗狗离开。 根据监狱宠物计划的记录显示, 现在已经有四百多名囚犯带着狗狗出狱。 跟踪发现, 他们中几乎没有人再回到监狱。 再次犯罪的比例大大降低。 不论是动物身上还是人性之中, 可能都存在着恶的因子。 但不论在何种处境之中, 只要我们撒下善的种子, 让人们有机会学习如何去爱, 那就有可能结出最好的果实。